今天的校园新新闻要播出了入选作品是 台湾池与彩虹桥深度报道 现在就跟着新店国小的小记者一起来看看 校园新新闻 你知道新店国小最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吗 最冷就是这里 台湾池与彩虹桥 你知道他们的历史和由来吗 以下是我们的深度报道 下课了我们去彩虹桥玩吧 你看下面有好多生物哦 对啊所以这个是深天池哦 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池的形状好像是 台湾 本校成立于民国前14年定名为新店工学校 民国22年日籍教师森田丽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生长的地方 计划在校园中建造一个大型的台湾岛立体模型 师生八十余人仿校 鱼公一山 精神到壁台岸边采集石头搬回学校对清 孙田丽老师用心测量 打样按原型比例缩小 历经两年台湾岛终于在民国24年建造完成 85年李宗憲校长接受新币国际狮子会捐款 将台湾岛改建成景观公园 木栈道表演台 设置山水友情 新店有爱石碑并公开征求命名 经投票结果 由李景多老师所提出的翠圆获得最高票 新店国小吴德福老师绑架墓内花园景象 在原本台湾岛的这个地方建造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台湾池 周围种了很多植物 而池上弯弯的拱桥则则命名为彩虹桥 同学请问你喜欢彩虹桥吗 喜欢吗 为什么 因为那边有很多花花草草 可以让我们学到丰富的知识 校园完成后便成为校园的最佳景点 也是师生户外的好去处 也成为校园的代表意义校 记者 老星云 陈彭云 欧阳荣 在新店国小为您报道